好,我已經用這個好拍棚 OK,那我們已經用這個好拍棚一陣子了 那我真的是覺得其實頗厲害 我們直接給大家看看我們實際拍攝的照片 就給你看看照片直的橫的還有影片 那你們看看到底這個好拍棚到底是多麼厲害 我單純只有用Magic皮啊 他們內建的兩根燈棒來打光而已 就可以做出這樣的效果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厲害 所以不管你要拍攝什麼 所以拍攝 所以拍攝各種小小的商品啊 所以拍攝各種小小的商品 Jesus Christ OK,那我已經用這個好拍棚一陣子了 OK,那我們已經用這個好拍棚一陣子了 那我真的是覺得非常非常厲害 我們直接給大家看看我們實拍的照片跟影片 直的橫的都有 那你們自己可以看看到底多麼厲害 我燈光全部都只有用這兩盞Magic皮啊裡面的燈棒來打光而已 沒有外加任何另外的光源 我們就可以做出這樣的效果 我真的覺得非常非常厲害 而且非常非常的簡單好用 那兩根光棒的亮度其實 兩根光棒的亮度我覺得 兩根光棒的亮度我覺得也沒話說 怎樣拍攝ISO都是壓到最低 所以你可以有 OK,那我們使用這個Magic皮啊 OK,那我們使用這個好拍棚一陣子之後 那我真的覺得非常非常厲害 那我們直接給大家看看我們的實拍照片 OK,那我們使用這個Magic皮啊好拍棚一陣子之後 OK,那我們使用這個好拍棚一陣子之後 我真的覺得非常厲害 我們直接給大家看看 我們用手機拍攝的 實拍照片 OK,那我們使用這個好拍棚一陣子之後 我真的覺得超級厲害 我們直接給大家看看 我們用手機拍攝的實拍照片 OK,那我真的覺得 那我用一陣子這個Magic皮啊好 那我用一陣子這個好拍棚之後 我真的覺得它非常非常厲害 而且非常好用 我們直接給大家看一下我們的實拍照片 用手機拍的實拍照片 因為你可能會 OK,那我們使用這個好拍棚 一陣子之後 那我們直接給大家看看 我們用手機拍攝的實拍照片 因為你如果用相機 你可能會說 喔!你相機厲害 但是我們用手機怎麼樣 直接給你看看 我們用手機拍攝的照片跟影片 直的橫的都有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用 我燈光全部都只有 那我燈光我沒有另外再打光 我單純用Magic皮啊裡面附的兩根燈棒 就可以做出這麼多效果 我真的覺得 那我燈光沒有再另外增加我自己的燈光進去 我自己 那我燈光的部分沒有增加另外的燈光進去 我單純只有用Magic皮啊他們附的兩根燈棒 就可以做出這麼樣的效果 我真的覺得超級超級厲害 那兩根燈棒的亮度也沒有什麼大溫 那兩根燈棒的亮度其實 那兩根燈棒的亮度其實頗亮耶 兩根燈棒的亮度 那兩根燈棒 那兩根燈棒的亮度其實頗亮耶 但是你插了行動電源或是你有 那兩根燈棒的亮度其實頗亮耶 那兩根 那這兩根 那這兩根內建的燈棒其實頗亮耶 沒有什麼在... 內建這兩根燈棒沒有什麼大溫 內建這兩根燈棒我覺得沒有什麼大問題 他們亮度是非常非常亮 就是你不需要再額外增加什麼奇怪的光線 你就可以有非常好的光線 裡面兩根 這裡面 這個好拍豐富的兩根燈棒 我覺得它已經夠亮了 你不需要再額外增加其他的光源 你的影像品質就可以達到非常非常好 不會說不夠亮的問題 因為你來啊 用手機拍攝你來 那這個Magic皮啊 那Magic皮 那這個好拍棚裡面附的這個Magic皮啊 兩根燈棒我覺得其實沒有什麼大的問題 就是它的亮度其實頗夠耶 就是我們不需要再額外增加光線 我覺得這兩根 我覺得這兩根 我覺得這好拍棚裡面附的這兩根燈棒 其實已經夠亮了 就沒有什麼需要再去增加其他的光源 因為這小小的空間用兩根燈棒 你的手機拍攝ISO都已經降到最低的100了 所以就不會有太暗 什麼東西太黑看不到的問題 然後如果你想要用 然後你如果想要用最 那你如果想要用這個燈棒的最 如果你想要用燈棒的最高亮度 你就是要記得插一下行動電源 因為它如果電力慢慢 如果你想要用燈棒的最高亮度的話 你記得插上行動電源 因為它其實有內建電池 但是它的內建電池如果電力慢慢的下降 它的亮度最高亮度也會慢慢的下降 所以你插著行動電源 你就可以保持永遠最亮的狀態 然後我覺得它固定燈棒 然後它固定燈棒的方式我覺得也頗聰明的 固定燈棒在這個攝影棚的方式也蠻聰明的 固定燈棒在這個小小攝影棚我覺得其實也蠻聰明的 就是它是用一根鐵棒嗎?就是金屬棒棒 然後有磁鐵的燈它就可以吸起來 那這樣怎麼把它吸在攝影棚外面呢? 就像這樣子鐵片在外面然後燈在裡面 我們就可以直接固定你的燈棒的位置 你要隨心所欲你想要高一點、低一點、直的、橫的 都可以輕鬆改變 這真的是超猛 你完全不需要用什麼燈架或是夾子去夾這些燈 直接飄在空中 輕鬆耶 然後如果你要插 然後如果你要插 然後你如果要插著線邊充邊用的話 它的攝影棚下面有四個角落 就是下面有兩個角 上面也有兩個角有一個小洞 你就可以把你的線插進來 然後你就可以插著電邊充邊使用 就不用從前面這樣繞進去 然後打擾你拍攝 直接從小洞這樣傳進來 可以把線藏得好好的 然後你如果想要邊充邊用的話 然後你如果想要邊充電邊使用的話 你的線不用從前面這樣子搓進來 然後插著燈使用 它這裡有預留四個小洞 就是前面有兩個小洞 後面有兩個小洞 就你可以線插進來 然後你就可以接燈 然後這個攝影棚 如果你想要邊插電邊使用的話 它不用從前面這樣子伸進來 然後打擾你的構圖 然後拍攝的狀 如果你想要邊插電邊使用的話 你不用從前面這樣子搓進來 然後去插著 如果你的燈想要邊插電 那你燈如果想要邊插電邊使用的話 你可以從前面有兩個小洞 後面也有兩個小洞 你可以從這些小洞直接插進來 你就不用打擾你的前面這個空間 然後讓你影響你的拍攝之類的 如果你想要邊插電邊使用 如果你想要邊插電邊使用 你不用從洗 如果你想要邊插電邊使用 你的線不用從前面這樣子伸進來 然後去騎 如果你燈棒想要邊插電邊使用的話 你不用從前面這樣子伸進來 它前面有預留兩個小洞 後面也有預留兩個小洞 你就可以從這個小洞把線這樣子拉進來 就可以讓你的線隱藏在這個攝影棚的冰雲 而不會從前面這樣子直接伸一條線進來 與其他人的合法 會不會批評 尿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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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如果你想要 然後接著如果你想要調整我們亮度的話 我們可以 接著如果你想要調整亮度的話 你可以按 接著如果你想要 接著如果你想要控制燈棒的話 你可以按著這個 接著如果你想要控制燈棒的話 你可以從燈棒自己本體來控制 接著如果你想要控制燈棒的話 有兩種方式 第一種就是你接著行動電源的時候 或者是插著電源的時候 接著我們控制燈棒有兩種方式 第一種就是我們可以接著 接著如果你想要調整燈棒的部分 接著如果你想要調整燈棒的部分 你可以有兩種調整的方式 第一個就是你供電 接著行動電源或是插頭的時候 你這裡有接著一條線的時候 接著如果你想要調整燈棒的亮度 或是開關之類的 你有兩種方式可以來調整 第一種就是你插著行動電源 或是插著插頭的時候 你這裡有一個小小的開關 你可以按這個開關 然後我們有亮度調整 那它的亮度調整是無段 也就是不會說只有三段的亮度之類的 那就是慢慢的變亮 然後你也可以慢慢的讓它變暗 就是有很多很多的段數 可以讓你細微的調整 那另外一種 第二個調整方式就是 我們上面有一個觸控的 第二種調整方式就是 你如果可能沒有插著電源使用的話 第二種調整方式就是 你可能沒有插著電源使用 你使用內建電池的時候 你想要方便 那這個電源鍵就是 也可以來調整亮度 就是你長按電源鍵 它會慢慢的變亮 然後再慢慢的變暗 不然將會併醒 einge不起來 那這個列電源 很快 不是